大家好 這次的影片教大家如何使用Nexus Root Toolkit 放入Refresh 去圖用Nexus 4 Google搜尋這個名字就會找到Nexus Root Toolkit 這個網站主要有兩件事要留意 第一就是 這條影片 How to Root Google Nexus 4 這個網站主要有兩件事要教你 第二個就是這個 Execution File 就是那個Toolkit 其實這次的影片也是基於 Toolkit介紹的影片 只是我會提供中文的翻譯 按這個連結 就會下載了 你會進入一個這樣的項目 你會下載了 隨便下載到一個地方 你下載完之後 你應該會開了一個這樣的Toolkit 其實它一開始就會問你 你的器材是什麼 OK 看到你的器材是什麼 或者你進去按Change也可以 就是這裡有一個Change 然後我們又選擇了 然後你來選擇 然後你選擇 然後他就會問你 你這個器材是什麼 我們就選擇這個 我們的電話 我們的Nexus 4 等一下 然後 然後 就選擇你現在的Android Build 我們就現在是4.2.2 你就按一下 然後按 Apply 這個時候它就會彈出一個Screen 它就告訴你 它叫你去 Enable 那個USB的Debugging 那 Nexus 4的USB Debugging 是怎麼開的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等一等 那我們就 入我們的Setting 然後 然後 就滾 滾到落底 按About Phone 滾到落底 看到有一個Build Number 那就長按 它現在告訴我 No Need 你已經是Developer 因為我們就要做那個Developer option出來 然後現在你看到 在這個 About Phone上面 就有一個 Developer option在這裡 那你按進去 然後你就會看到USB Debugging在這裡 那你就按 OK啦 就開了我們的USB Debugging 你會看到 那我們做完這部吧 然後 接著 基本上就可以按 OK的了 我們等它 彈回 Tool Kit出來 它就會更新 你的Information 好了 現在進入Tool Kit了 進入Tool Kit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開了USB Debugging 那我們就要 連著我們的電話 好嗎 然後呢 很簡單 我們首先呢 要去 這個 Full Driver的 Installation Guide 按進去 其實Step 1這些東西 我不用管它 我直接叫Step 2 那 你按進這裡的時候 就要確定 一樣東西就是 你的Nexus 4 是成功地跟你的電腦連接了 那你應該 對 對啦 拼著它 它會跟你說 它的Suggestor的Solution 是3的 那你其實不用管它 你呢 就會按 第一個Driver 這個 PDA Net 的Drivers 按吧 這個時候它又會彈出 它的Suggestor的Suggestor 給你的 那它就會 告訴你關於這個Drivers的東西 Windows 7那些 不用管它 其實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按OK 然後它就會說 它會彈出一個Suggestor 但是你要先管這個對話 它就說 因為我現在已經 Root了 所以呢 我已經有一個 Version Existing 是安裝了 那我自己就 Cancel 但是呢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就會按OK 然後就跟回這隊的Suggestor 它會彈出一個 Installation 出來給你的 它會同時安裝 你會電腦在那裡 這個就不用管它 你跟著它的Suggestor 它就OK 是順脆 那 安裝完這個Driver 我們就可以開始 做事了 那基本上呢 如果Nexus來講呢 Root是需要 去unlock我們的Bootloader 而unlock我們的Bootloader 其實就會 wipe了我們的機器 那就是誤會 其實Root機 會wipe了我們的機器 其實就不是 其實是因為 我們unlock Bootloader 去root 所以才會 wipe了我們的機器 那很簡單 Wipe了 如果我多東西 很麻煩的 那我就會用 這個Backup的功能 但是呢 在你用這個Backup的功能之前 你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 也聽過有些人 是不可以用這個Backup的 所以呢 你最好 就 就是用你的電話 鑊著 那個Computer 跟著 整個 Internal Storage 即那個SD Card Backup 一次 拆下電腦 才是最安全 跟著才用這個Backup 那在unlock之前就Backup了 沒有很多選擇給你的 那有些 Text Message Core Logs Context 那多數人應該會想Backup Apps 其實System Apps 和Data 我們就 他不建議我們Backup 我們也不會Backup 因為 裝上可能很容易會crash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 Click 如果你有需要其他的 你可以Click 那它也會有些instruction 給你的 那我們直接按這個 Create Android的Backup Backup 那它又會有些東西彈出來的 其實它就很簡單地告訴你 今次的Backup會有什麼 它就告訴你 這個東西會create了一個 Android Backup 一個AB File 讓你去 preserve 你的很重要的Data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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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用理它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 因為它為了保障你的機器在Backup的時候不會受到騷擾 它就會提議你開著飛行模式的Airplane Mode on before proceeding 那你就去開著了Airplane Mode 這裡有教點開的 如果你搞定 你就可以按OK 因為我已經rooted了 我就不會再搞這些 這個你自己按確定 然後你可能就放在桌面 AB File 放在桌面 它會有一個File 同時你的電話也會由這個TourKit去控制 那你就 不用動它 跟著它的instruction就可以了 OK 它Backup的時候 也會在電話那裡 要你按 按些東西 可能是按立即備份 那你也可以同時set my password 或者不set都可以 好啦 那Backup完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unlock我們的bootloader 那為什麼unlock呢 因為我已經unlock了 所以我不會 不會再搞了 那就可以跟大家看看 其實它是怎樣unlock 剛剛大家看了 其實它主要是 按了unlock 讓它看 這個instruction 其實這個instruction就是 告訴你它叫你先backup 剛剛那個backup是不包你的相片 就是音樂那些的 所以我就叫你整個internal storage backup 那你到時整個cord回來就可以了 那它就告訴你它會 unlock你的電話 那你click ok to continue 這樣 可以看一下它 然後你會看到它會彈一些東西出來的 那不需要動部電話的 因為它會自己幫你弄的 那它會rebooting your device into一個bootloader的mode 那你看到它的電話就會自動reboot 不用理會了 那然後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你會進入一個這樣的畫面 等它load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device is connected 然後進入一個 bootloader的mode 那就會用你的Volium Key 選擇yes 去unlock你的bootloader 然後再用這個電源鍵去確定 你看它按電源鍵 就是 然後它就會unlock你的bootloader 那 它會自己unlock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unlock呢 你就會看到在Google下面會有一個鎖的 然後它就會走 那unlock完之後呢 你整部機就是 factory reset了 那些東西要再set 即是你的Android帳號那些 Gmail那些都要set 那你可以先搞了 那接著搞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 進入TourKit那裡 那下面呢 有一個root 也都有一個 Box給你click 就是說Also flash一個custom recovery 那 個人意見就是說 如果你 是不會去flash 一些 System Apps 或者一些ROM 其實這個你可以 不安裝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不安裝就不要click啦 那就直接clickroot啦 那然後它會彈一個box trick 那就告訴你 你要去unlock了呢 你才可以root的 對啦 然後又是 那其實這些都沒有什麼的 那繼續click OK 那它就會將那個brut brut file呢 就 input進入你的電話的 那然後 它會download一些file的 當然不用理會它 就由得它down的 唇彭 file is done 我們秋節一點 是拉 那麼又會見到這些box 電話就會 自動 自動全世界 會重新 쓸一會下連続你的 你什麼也不用按 是拉 然後 checking espect双走的status 那你一定要安裝了剛才的 Yoshizu 就能做到這些connection or 即著 Govern 你會看到開機有鎖的 對啦 它會自然開機的 那你如何確保你自己的手機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在電話裡面找到一個APP 叫... 等等... SuperSU 這個藍色的超人公仔 那你就確保你的電話已經開機了 同時你也會附帶一個APP 叫做... Beezy Box Apps來的 Beezy Box 3 OK 其實ROOT之後它也會附帶一個Screen出來 教你如何安裝這個Beezy Box 不過其實很簡單 我可以說明 這個Beezy Box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什麼 但是它是類似一些指令上的東西 令到你好些ROOT的APP可以走到 那我建議大家安裝一下 不要彈一些Screen出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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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 問你安裝在哪裏 其實它建議不要選擇Bee 就選擇XBee 然後你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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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 完成... ROOT的機器 然後... 很簡單而已 有一點... 你剛才... 就 backup了一些東西 我們回到Toolkit 那... 看到這個按鈕 RESTORE 那... 你會記得我們剛才在StatsStop那裏 就存了AB file 那...很簡單而已 就是... 你按RESTORE 這個Android backup file 那... 它會告訴你 因為又是這個安全的理由 它就會叫你Turn on 這個Airplane mode Before你這個Proceeding 那你開回吧 那按OK 然後就找回那個... 那個... AB file 即是你Save在哪裏 那...它又會鑽你的電話 那你又按回立即去復原 那... 就會替你裝回App 那...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順手再... 等它RESTORE完 將你之前已經backup了Internal Storage 放了電腦的... 即SD卡那些 把電腦放進去 那... 然後就... OK 那就完成這個ROOT 對啦 那... 就是這麽多了 可能我說得不是太好 那如果有什麽不明白的 就可以再問啦